而虐案件引爆社會怒火 衛福部召集開檢討會 各單位及專家從地下車道 悄悄上樓歷經幾個小時交鋒 提出八大結論 檢討會議由衛福部次長 李立芬主持 包括兒福聯盟執行長 社家屬社公司 雙北市府社會局人員 會後決議地方政府 應該先進行出養必要性評估 出養前協助安置 強化保姆及兒少照顧人員 教育訓練 更改訪視頻率 訂定指引 同時要求雙北極兒盟 十天內再提檢討報告 不過王威軍透露 得知凱凱遭虐死 外婆悲痛欲絕 失神又虛弱 質疑凱凱與第二任 周姓保姆互動良好 但新北市府 沒直接讓周姓保姆接管 反倒讓兒福改用四月十七號 才第一次帶小孩的流性保姆 不只為托育經驗開綠燈 訪視狀況也漏洞白出 所有的保姆都要不預告訪視 也就是我不約你 我不會跟你約好說 我幾點幾分 你有空我去 我去看你那個你帶的孩子 去年九月凱凱才由兒福聯盟 轉介給流性保姆托育 但四次社公訪視中 只有一次沒預告 根本沒能有效監督保姆品質 如今悲劇已經發生 還需要放大檢視每個環節 換來更好制度 避免受虐問題再度上演 三零行物周冠宇科佩宣台北報導